RayTV 大家今天過得了嗎?我是Ray 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東西我們拿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Rodder的Wirelet's Go的這個無線麥克風 然後它裝上防風罩跟沒有裝上防風罩的差異 這個應該會差蠻多的 因為現在天氣啊 我稍微轉一下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用的這個無線麥克風裝上這個防風罩 其實它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掉耶 至少我在戴的過程中 像這是我錄影的整個過程中 海邊邊走路爬山這樣子 它還都沒有掉 雖然說我可能有時候時不時的還要去稍微按它一下 可是我覺得對它一直沒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還不錯 之前我看網路上影片有人是說它很容易掉 可是真的實測之後發現它其實 我不知道是它這個 是不是當初測試它容易掉那些人啊 它可能是拿到第一批的一些展示品啊 或者說一些實際的一些 大貨錢的一些適量機啊 然後正式出貨 因為我買的是大貨的正式出貨版本嘛 正式出貨版本的話呢 它就是直接有這個 它直接套得還蠻緊 蠻緊不會掉的 我覺得還不錯 現在呢已經進入十月底了 所以已經就是快將近秋天快到冬天的感覺了 然後你知道大家 這種北部的地方啊 現在剛好沒有風 它就一陣一陣 現在開始有風吹過來了 它就一陣一陣風的 然後當風吹到麥克風的時候呢 它造成的一些風切的聲音啊 就會很嚴重 那裝上這個之後呢 就可以有效的消除這些 所謂的風切聲了 那我現在呢 是有用防風罩的 那我大概走一下 我就邊走邊錄 然後大家可以看聽一下有沒有什麼差異 照道來講的話呢 應該風切聲會差蠻多的 因為現在可能大家是聽不到什麼風切的聲音 那等一下呢 我也會試一小段 然後一小段呢 把防風罩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看它的風機聲差異到哪裡 OK 那我先在這邊啊 我先把它的防風罩拿下來 已經把它拿下來了 這邊 已經把它拿下來 那我們繼續走 繼續拉 用這樣方式去錄 這樣子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不過現在剛好沒有風啊 剛好在這個樹林的底部 我們繼續走 哇 都剛好沒有風 有風的話呢 感覺應該就會 差異的非常非常的明顯了 因為我之前啊 有去海邊或者是一些 風比較大的地方 它錄起來 因為當下我沒有辦法聽到這個聲音嘛 然後所以我回去看影片檔 播放的時候啊 那個就差異非常非常的大了 OK 哇 這剛好這個都沒有風 沒關係 我們就邊走邊往下 等一下應該就會有風的時候了 現在呢 稍微有一些些風 可是這個風太小了 我等一下走到別的地方再錄給大家聽一下 OK 我們接下來走到這個地方了 可能比較就開始會有一些 沒有 下面有遮擋開始就會有些風切聲音了 啊不過 真的蠻均勻的 想要錄這個風切聲音的時候呢 就剛好遇到沒有風 等一下我們走到下面再試一下 啊 不然我就邊走邊錄好了 這邊就開始有一點點的風的聲音了 好 這邊就開始有一點點的風的聲音了 一點點的風的聲音 但不是很明顯啦 因為剛好 可能 剛好過那個風 現在這個之間 真的很經營 剛好 我剛剛不想要錄風聲的時候呢 風切聲就一直很大聲 那現在想要錄這個風切聲的時候呢 就突然 你看周圍的樹也都沒有風了 蠻可惜的 OK 我看 好像開始有點風了 現在大家應該就會 多多少少聽到一些風聲的 這風聲呢 並沒有很大 OK 不知道這樣大家聽不聽得出來 我回去呢 看影片播放的時候呢 才可以 看清楚有沒有差異 如果沒有什麼差異呢 我再另外找時間跟大家做個分享吧 OK 那我們今天簡單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大家今天看到吧 我是瑞 今天帶大家來逛一下巴黎的這個 沙雕展 它這個好像還有沙雕跟光雕合在一起的感覺 那 沙雕展呢 比較快結束 然後光雕展好像持續到明年的1月 我看一下喔 有 這邊有寫 光雕的部分呢 是8月16號到明年的1月12號 然後 沙雕的話呢 是8月16號到10月19號 OK 接下來跟大家來逛一下吧 雖然說今天是 沙雕展的最後一天了 帶大家留下做紀念吧 然後呢 我現在是用OSMO Action的相機去做拍攝 然後搭配的是 呃 Wireless Go的一個 五千麥克風 但 今天在海邊 風是有點大 所以風氣是應該會有蠻大的 然後我目前呢 是想採用它第二段的那個 呃 增益值 因為我覺得第一段啊 它雖然說比較沒有雜音 可是 可能是因為我說話音量太小了 然後 所以第一段 我究竟不是很清楚 我去 看影片的話 還要特別把它放大 所以就不要麻煩 所以我講說 就試試看從第二段開始錄 希望這次錄音結果會比較好一點喔 然後我們有趣的 如果訪如就這樣 還是一起好看 還是要不要緊 還是要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